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今天会来到一个新的港导系列 就是港导喜乐的杀手 就是我们都喜欢过一些很喜乐的生活 但是喜乐当中,在人生当中会有一些杀手会压实我们的喜乐 所以喜乐就是一样我们都很想要的东西 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喜乐 但是你发现年纪越大,能够让我们喜乐的事就会越来越少 当然这个周末很开心,但是有些很喜乐的事发生 就是星期五参加一个毕业典礼 星期六上了一个毕业典礼 下了一个分礼,马克格Fair 非常喜乐 但是我们今天会看看有形的物质 先讲讲有形的物质如何影响我们的喜乐 再讲一些无形的物质 有形的物质有时会影响我们的喜乐 我去年的年底搬车 搬到新的社区就发现新的社区 那些人喜欢把车停在驾驶上 不喜欢停在家庭里面 后来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那些人喜欢把车停在驾驶上 有机会看到他们在开车停在驾驶上时 发现原来他们的驾驶里面 是装满了物质 终于明白原来大家都把驾驶当成仓库 然后驾驶用来停车 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曾经搬过八次几屋读书的时期 很轻省 搬两个行李箱就能走 八次搬屋也很轻省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搬屋的时候才发觉 不知不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老华桥了 也拥有了老华桥的特质 就是喜欢囤积垃圾 还存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身边有时物件多 未必是让我们很喜乐的 物件多到某种程度 反而压杀了我们的喜乐 让我们人生觉得很累贵 很烦躁 所以当我搬完屋之后 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想要重新过分一些断捨离 一些很简单的生活 有时简单的生活 反而更加的喜乐 所以今天第一点 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战胜有形的物件 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避免将希望寄托在财物上 《提摩大前书6章17》那里说 对那些今世附足的人 你要警戒他们不可骄傲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钱财物上 财物是不可靠的 他飞走 好像股市一样 可高可低 而要依靠那把万物 但是 Tomato 康康库库库库库的摹给我们 hang sale 的上帝 是 من我们や 腑库库库的有形实物上帝 变成倚靠了那些有形的物的时候 我们反而享受不了上帝伺给我们这些物质 我们反而会陷入一个无穷尽的担忧 怕不够不够用 就享受不了 所以当我们一旦将我们的倚靠 放在这些有形的物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这些物的奴隶 这些物成为我们的主人 核制了我们 反而没有了自由去享受这些物质 当我们将倚靠回到神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可以享用神 赐给我们这些丰富的物质 第二件事就是避免将安全感 放在这些财物上面 希伯罗书十三章五节这样说 不要贪慕钱财 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 当然下面很特别 他给你一个理由 他说这个理由你表面看不合理 不理解 他说因为上帝说过 我永不离开你 永不撇弃你 那这个与我贪不贪钱有什么关系呢 做婚前辅导的其中有一课 一定是讲到钱 讲到钱的一课有一个很小的讨论 讨论做完之后就告诉你 其实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人会嫌钱多的 大家都喜欢钱 大家喜欢钱 背后深层的动机不同的 有些人对某些人来说 钱意味着权力 控制 钱越多 我越觉得我会有权力 可以控制一些东西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 复达你的权力的满足 有些人来说权力欲望不大 但是钱对他来说是一种安全感 这里讲的是安全感 就是说你想贪更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怕上帝万一离开了我 丢弃我的时候 我都有些东西让我觉得安全 所以这里是讲你不贪钱的前提 是你信得过上帝一样东西 就是他不会离开你 以及不会丢弃你 把安全感放在钱上 其实是你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的 我们自从去年年底搬了屋之后 我们家里就实现了清零 银行户口清零 人生第一次拖欠工程款 我问Shirley 因为我刚来Sillicon Valley的时候 有很多年的时间 我的银行户口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元 所以我很习惯清零 但是Shirley很少事 我问Shirley你会不会害怕 你人生第一次清零 你会不会很安全感 我们家里的雨天基金 好像加了一样干汗 你会不会很害怕 然后她说不害怕 经过这段时间的医治 她说她已经很信任神会撇起我们 她说只要神撇起 没有什么好害怕 不怕 她说不单不怕 还很感恩 我们年底的时候 她说她很感恩 想有一些奉献给神 我已经清零了 怎么奉献呢 这时候有个想法 她说不如我们借钱奉献吧 人生第一次借钱奉献 拜托你 我并不确定是一个好想法 但我们已经成功了 所以 有时是安全感的问题 我们有时累积很多钱 但从来不敢用 去享受神赐给你的财物 为了什么 安全感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基础 深入的 我们不相信 神不会离开我们 神不会撇弃我们 因此我们要找到很多的存款 很多人到了某个年纪 会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 我都鼓励大家早点面对 叫做死亡 很多人怕 What if I die alone 死亡是一样 到了某个年纪 你早点去处理会好些 我常说死亡有点像 我们以前的暑期作业一样 你知道暑期作业是这样的 当你知道暑假放不放暑假 如果你先花两个星期 做了暑期作业 其实整个暑假 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因为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事 但我们通常都很差 暑期作业一定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做 然后整个暑假才玩 但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整个暑假 你都不能够很释放地玩 因为你知道有件事你没有做到 你深入里面 你常常都看似 好像有件事没有做 不过不想面对先玩了先 玩得不痛快 死亡也是一样 有时候活在人生当中 你发觉到某个年纪 有一些隐弱隐弱的 depression来到 你觉得活得不痛快 你好像觉得人生有一件事没有处理到 有一天他会临到我 这件事就是死亡 你早点处理了他 释怀了他 Embrace他 知道直到你最后回到天家的那一天 神都不会离开你 撇起你 你处理了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暑期作业做了 现在可以很痛快地活一次 当你不处理 整个暑假都不处理 总是觉得有些事没有处理 是吧 安全感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要累积很多钱 才敢退休 是吧 安全感的问题 是吧 第三样是什么呢 就是避免把自我价值 放在一些财物上面 是吧 在《路加福音》 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人见到耶稣来 所以他就说 耶稣有权兵的 我现在面对人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分家产的问题 快点叫我爸爸和我分家产 耶稣于是跟他说 于是他向大家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避免各样的贪婪 因为一个人即使富有 他的生命如何 不在乎他有多少财产 他的人生是否丰盛 是否觉得有意义 其实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钱财 然后主耶稣开始举一个 无知的财主的比喻 有无知的财主 以为他很有钱 然后他说 有很多仓库 很多的积聪 现在够了用了 现在可以退休了 可以享受一切 然后神跟他说 上帝跟他说 你这糊涂人 从世人角度看 是很聪明的人 很聪明的财主 在神眼中是一个无知的财主 他说你很无知 因为今夜 你就要交出你的生命 那麽 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 要归给谁呢? 耶稣结论说 那为自己积聚财富 在上帝眼中 却不负足的人 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是 一定是很有钱 才可以活得人生有意义 有价值 但是其实不是 事实上真的不是 我在刚刚来加州读书的 有很多年的时间 我想跟你说 我的银行存款 是没有超过一百元美金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搬了很多次 我每一次都不同的室友 我的室友 给我的描述就是 他说 这个人是一个 除了神之外 一无所有的人 但是在那段 除了神之外 一无所有的时间 其实也是我人生 很丰盛的很多年 在那段时间 我发觉 原来人要活得封盛 有意义 有价值 其实不需要很多钱 我们想多了 很多钱才会封盛 其实很简单 就可以很封盛 今年年初 我们在《Diescipleship》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我要 自己自己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开始 practice 神的Presence 是吧 这个是 给你一个 Brother Lawrence 寫的 Practice of God's Presence 受的灵感 是吧 人生要practice 是吧 我很喜欢那本书 就是因为 你知道我们现在 在美国 人们喜欢做大事 深刻 为神做大事 Brother Lawrence 是推荐的一个想法 为神做小事 小事 小事 他没有做什么大事 他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吧 修道院里面的锤房 做大厨而已 但是结果成为 整个神学院 最多人去问他 如何遇神相处的人 大家都觉得 这个人最厉害 其实他不是 一个很学术的人 是一个practice 就是真的每一天 从每一件 从起床开始 每一件小事 去练习神的同在的人 他是知道有神的同在 所有的小事 都变得很有趣 很有意义 连早上起床 去除访 帮修道院的 去retreat那些团体 去煮早餐 连flip那块pancake 都是did it for the love of God 连煮一块pancake的过程 都昇华成 好像heavenly一样 煎一块pancake 要多少钱呢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很有钱 人生会封盛 但其实封盛 是很简单的事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爱 很简单的事 都封盛 在街上走路 都很封盛 以前神的院长 常常教我们 走路 注意节奏和呼吸 享受每一口空气 神的同在 节奏 很不同 连走路 都可以很不同 没有神同在 的走路 只是游荡 有神同在的走路 人的封盛 不在乎你有很多钱 很简单的生活 都可以很封盛 封盛 是在于神的同在 是你每日起床知道 神没有离开你 祂今天有很多的欣点给你 祂今天有很多的惊喜给你 祂经历那些惊喜 你不需要掌控 今天我订了计划就是这样了 留些空间 给神有些惊喜给你 很不同 所以要起落 要注意你和物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就是 都要学习如何善用 神给你一些的财物 懂得善用 不单止 善用一些的财物 在《路教科音》 十八章二十八节 这时候 主耶稣前面说完 有钱的人入天堂很难 彼得说 我们没有钱 很容易入天堂 彼得说 你看看 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我们的家来跟从你了 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 耶稣说 是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为了上帝的国 而撇下自己的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 一定要在今世得着更多 他不是说只是来生来的角度得着更多 他说现在就会得着更多 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 也有其他福音书 翻译成下 你在今生活得着百倍 以前不太明白 什么为止 你是不是为神建一间屋 你会有一百间屋呢 是否会撇你妻子会有一百个呢 意思不是这样 意思是说你将这些东西放下 交给神 这些东西在神的手中 的价值会超过一百倍 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你紧握在你的手中 其实价值很低 一样东西的价值 其实在乎他在哪个手中 一万元的美金放在一个赌徒手中 一晚就浪费了 一万元的美金放在一个毒贩的手中 吸毒的人手中 可能一个月就荒废了 一万元的美金放在Warn Buffett手中 百倍收成 一万元的美金放在福音士工神手中 不价值 永恒的价值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很穷 于是狗送了那辆车给我 一个老爷车 大概 如果拿出去卖 大概价值五百元左右 很残的车 但不要看虽然那辆很残的车 那辆车伴随了我大概七年的时间 在七年的时间当中 我记得刚开始参观团记的时候 我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 就是拿着那辆车 走遍北海域所有的中餐馆 只要在中餐馆就进去吃东西 然后认识他的待客人 然后派单张 然后开始我们的餐馆团契 我们以前的教会 旧的教会是 幻区第一间教会 开始餐馆团契 七年的时间 那辆车 车了几百个人去教会 那辆车 拿出来卖价值五百元美金 放在神手中 Priceless 永恒的价值 物尽其用 神赐给你的物 是用来用的 不是存在去看 放在一边 没有用 只是让你心里有安全感 也是要用 用的时候 你会享受到它的价值 怎样用 就看 用得有几价值 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屋也是一样 不知你屋值多少钱 你屋可能一百万 两千元美金 但是这个屋 如果是放在神的手中 用来开放屋 用来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 就不是二千元 是价值 永恒的价值 你将这些东西 全部放在神的手中 学会用得好的时候 这些价值 就升百倍 而且接下来 还会有永恒的价值 你会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善用身边的物很重要 就好像上星期 Helen 师母 都跟我们分享 很多时候 他们那时候 寶寶用的东西 用完了 传给下一个 你知道所有的物件 都是这样 当你分享用的时候 那些物件的价值 就会升倍 就很不同 分享 我旧屋 有狗很小 地很大 狗的地在我手中 就是抗野一样 接下来 将地给了一位姊妹 免费给你种东西 在她手中 美丽树 百倍修成 我那天看了 有一篇文章写到 在疫症期间 大家关了很久 于是有个邻居的人 很喜欢种花 招聚 community 邻居的人一起来到 她就开了自己的后院 一个花园 给他们一起学种花 种了很多花 然后将花修成的时候 将它变成很漂亮的 一束束的花 送给他们的邻居的人 原来花 很漂亮的花 是会带来治愈的 分享 物尽其用 原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是将神给你的东西 分享出去 用得好 价值 就过百倍 你就会很开心 我来到加州的时候 我是为了跟一个人来加州 就是跟我以前的院长 因为我听过很多 全奇的故事 到我认识院长的时候 有一件事 它很启发我 就是 它是我所认识的 所有神老院院长里面 最有钱的一个 是真的很有钱 但去到家 你会发觉 亦都是我见过 最简单的一个的家 是什么都没有 又是只有几张椅 电视都没有 很简单的生活 所有钱都用在事工上 很丰盛的生活 在那时 我已经跟神说 很有智慧 我想学这一样东西 如果有一天 你很丰富地 似给我在物质上的丰富 我一定要懂得 如何将这些东西 放在一个最有价值的地方 不单止我用的时候 能够 来享受最多的喜乐 也让它变得最有价值 这个才是你和神 和物之间 最好的一个关系 你倚靠回神 然后享受神赐给你丰富的万物 然后将那些交给神的手中 去用 用得有价值 你的喜乐 也得到最大的满足 而不是团职 团职 继续团职 分享 使用 你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有形的物质 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提醒 接下来就讲一讲无形的物质 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的一段圣经 腓立比书三章七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 指示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 宝罗说 以前有些东西我觉得很有益的 很有价值的 他说我现在是因基督的缘故 如果不是因基督的缘故 那些东西其实是有价值的 但因为基督的缘故 那些东西变了没有价值 因为基督的缘故是当作有损的 就是变了不单是没有价值 而是有害的 不单是没有价值 反而是有害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下面他有说的 他说 不但如此 我以把万事当作有损的 这里的万事不是指有形的物质 是指intangible things 是指他上面所说的 我等下和你说的上文说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他说这件事是最宝贵的 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为他已经凋器万事 看作奋土 要为赢得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来的义 而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基于信从上帝来的义 这里保罗说的那些无形的物质 是说一种的观念 这种的观念是他三章一节开始提醒他们 你们要起落 靠主起落 下面他说 有些东西会让你不起落 就是哪些呢? 他说有些犬类 保罗也挺会骂人的 有些犬类 那些犬类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Judaiiser 就是入到你面前跟你说 其实你要得着神的义 不可以白白得的 你要做些事 有些的律法你要守 你要做些靠你的performance 去earn一些的义 才可以的 保罗说那些就是Joy Killer 他将你起落 厄杀 然后保罗才开始说 如果他们都觉得 他们可以靠律法称义 我更加 于是保罗开始一轮的吹嘘 把他风光的谓业 说出来 我出生就已经是很有价值了 因为是希伯罗人中的希伯罗人 纯种的希伯罗人 第八天就受国礼 然后他说不单只出生好 支派也出得好 便雅敏支派 然后不单只看我行为也好 说到律法那种热心 我曾经是逼迫教会 我有业绩的 我逼迫过很多间教会 而且我的派系是很厉害的 现在来说就是我习派 当时不是这么说 他说我是法利塞人那一派 我们现在说法利塞是一种贬义 这么法利塞的意思 你很律法主义 形式主义 但当时对于那些 喜欢守律法清义的 那个圈子的人来说 法利塞是最高的荣誉 我是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就像今天你和人说 哈佛商学院一样 法利塞人 然后保罗还说 不单只我是法利塞 而且法利塞人的派系里面 即使是他们这么严格的标准 要守律法清义 他说我都毫无指责 真的吗? 法利塞人六百多条律法 你一一记得 一一守得住 没有一样东西可能被人捉到痛脚 保罗说 Yeah, that's me 这个就是我很刺激的 这些就是 不是有形的物 这是无形的物 这些就是 保罗所说的 我之前对我来说 我以为 很有价值 很有益的东西 他说因为基督的缘故 我才发觉这些没有益 而且有害 他说的是 这些东西 他记得很清楚 我现在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这些 然后努力面前 然后每次看到 在这里怀疑 你是忘记了 还是没有忘记 好像记得很清楚 数的时候 就像我跟你说 我已经忘记了背后的风光 例如我曾经写过18本书 其中12本拿过一张 第一本拿过一张是2018年5月19日 我已经忘记了 就像我曾经带过50个人 团队出来开教会 最后变成1000人的Mega Church 我已经忘记了 就例如我曾经办过一次 是吧 报道会 一呼召五百人出来信主 是吧 2017年9月15日 我已经忘记了 是吧 你不提我都不记得了 真是 哎呀很坏的 为什么又提回呢 其实你是记得还是不记得 是吧 以前我们说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让人知道 是吧 但每一件都记得在日记里面 以后方便出书 是吧 就是你想人知道 还是不想人知道 是吧 记得好读书的时候 老师说 这个雷锋出差一次 好事做满一车厢 然后当年天真无邪 我举手 老师老师 是吧 你这一车厢到底是多少件好事啊 那 于是老师很nice地回我一句 shut up 是吧 到底是多少件呢 那是否想我知 还是不想我知呢 那 保来你记得还是不记得呢 那 保来在这里说的 不是说 他不是说 你成为一个很有喜乐 很熟灵成熟的人 你一定要老人痴呆 要不记得很多东西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这件事 他一定记得 每一个人做的风光的历史 你都会记得 忘记背后 不是指不记得 忘记背后是指 你选择 不把这些 你认为很刺激的计划 你选择 不关注这些东西 都不用这些东西 作为你赚取神的义 一个交换条件 你从今天开始知道 原来主耶稣基督的义 是唯一加给我的 是凭着我信 就加给我的 是这件事 会为我带来真正的义 义 有很多的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 就是right standing with God 就是在神的眼中 神觉得你OK 神觉得你无可指责 因为这样的缘故 背后有巨大的利益 代表了神的同在 神的福气 神一切的东西 都可以给你 因为你和神 在神的眼中 you have right standing 因之所有 你说不出的福气 完全临到你 这个就是义 我们一直以为 这种义 是要赚取回来 为何这个是 ultimate killjoy 呢 一种心态 如果你是仍然 想要有一个 很impressive resume 去赚取神的favor 背后有个心态 这种心态 是绝对 压杀所有的喜乐 这种心态是什么呢 我也曾经试过游 但很简单 这种心态 我称之为 你一定会觉得 神欠你一些东西 你会觉得 我表演了 我 deserve 一些东西 是吧 我跟你说 很impressive 的 resume 1997年开始 纯主到今天 二十多年来 未缺过一次 主日崇拜 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记得 如果我觉得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可以 deserve 神某些东西 我就会觉得 entitlement 我觉得 如果万一有些东西 发生的时候 我会觉得 you own me 我从信主那天 没有停过 主日崇拜 我 deserve something 你欠我一些东西 这种心态 你跟随神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 你会变得很苦毒 你会没有了喜乐 get rid of it 将这些东西撇开 因为 第二件事 将你focus 在你自己的 performance 去earn the favor 的时候 第二件事会发生 不单是你觉得 神欠你 你还会陷入 一个很thick的denial 很厚的一层denial 你会把focus 放在你的风光 impressive resume 你会完全认识 所有其他 关于你自己的 一些很软弱 很脆弱的点 全部把它压低 是吧 我只会focus 告诉你听 从信主到今天 未缺过一次 主日崇拜 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主耶稣所说的 你骂别人愚蠢的时候 等于杀人 on average I murder 10 people a day 是吧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亦没有承认 你从来没有知道 在神面前 broken 过 原来我一个 这么差的人 伤心痛悔的灵 所换来的 喜乐 安慰 是超越 是priceless 超越一切换来的喜乐 所以当你真的藉着一些很刺激的计划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是藉着那些想要earn 神的righteousness的时候 这个就是ultimate的joy killer 他扼杀所有神相给你的喜乐 所以如果你想拥有神的喜乐 学回保罗 保罗说我以前以为监狱书信 我相信保罗 你知道监狱有什么事做的 唯一有罪不缺的就是时间 我相信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神相处 想通了很多东西 你看回腓立比书 他想通了很多东西 有些很细节的东西 他没有时间讲 他想通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件事想通的就是这一件事 我终于想通了 我人生中有个目标 我一直以为以前 监狱之前 保罗是很多伟大的目标 福音传到西班牙 入了监狱我相信 一切都停不下了 现在他的目标有少少变 他的目标很简单 得着基督 原来得着基督 这件事 即使在监狱也做得到 你不需要任何的钱 甚至 你活在一个极权的国家 没有任何自由 原来这件事 阻止不了一个人 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境况之下 无论你在民主的国家 非民主的国家 极权国家 一些言论自由没有的国家 你依然可以将得着基督 作为人生一个意义的方向 依然可以透过这个正确的方向 得着无穷的喜乐 这件事是公平的 这件事你参透到 你发觉你胜过所有的环境 因为知道人的一生 在乎你拥有多少财物 多少自由 在乎你有一个正确的角度 正确的人生的目的 就是得着基督 神将一切的封性 一切的喜乐 一切的产业 全部藏在基督里面 你得着他 你得到他 你得到他 你得不着他 你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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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你面前 多谢你 因为你藉着今天的经文 你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有形的物 无形的物 都可能会压杀我们的喜乐 帮助我们有智慧 处理那些有形的物质 知道信得过你 不离开我们 不撇弃我们 倚靠你 享受你 风风复复赐给我们 身边一切的财物 善用这些财物 用在福音的时工上 用在荣耀你的时工上 让这些财物 价值升倍 也帮助我们 如果过往 我们还是想倚靠自己 一些行为 来赚取你的意义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有一个新的方向 基督你的意 才是我们想得着的 才是我们 喜乐的源头 求助帮助我们 人生一个对的方向 对的目标 因此我们这一生 每一日都充满着喜乐 我们今天祈祷 感恩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